近期全球多个国家的新冠疫情再次敲响警钟 其中邻国新加坡就在前天新增了7100多宗的确诊兵力 创下近三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 对此卫生部长凯利今天出席活动时指出 新加坡的疫情之所以会出现升温迹象 是因为受到了Omicron亚变种VA4和VA5的侵袭 而这两种亚变种病例在过去一周占了总病例的30% 随着新马在4月1号重开边境 不少国人如今都需要每天来回新马两地工作 因此凯利强调新加坡的疫情对我国有着一定的影响 绝对不可忽视 除了谈到新加坡疫情 凯利今天也提早宣布了单日确诊病例 一共新增2766宗 写下近一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 而早前凯利曾经预告 我国将在两到三个月之内迎来新一波的疫情高峰 但如今他指出根据卫生部观察的数据 这一波疫情高峰期可能会提早到来 尽管如此他强调 卫生部不是想要用数据来吓唬民众 而是想要借此提高警觉 让民众可以做好预防工作 卫生部长凯利今天出席活动时指出 我国近期的确诊病例有上升趋势 并预料即将迎来疫情新高峰 不过他表示这波感染浪潮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确诊病例尤其有落也是正常的 而目前最重要的是 确保这波疫情所带来的后果是轻微的 随着我国确诊病例攀升 凯利提醒所有60岁以上 或者患有慢性疾病的高风险群体 尽快接种第二剂加强针 同时凯利强调 尽管我国正在过渡到地方流行病阶段 但这不意味着疫情已经结束 促起民众遵守防疫SOP